搞到魔警隔職,廚師擔心報復 魔警門多薩挾持香港遊客,想逼警方給他復職 前年 4 月,文化酒店主廚梅奧報警 說門多薩和另外 4 個警察 誤告他外甥卡奴藏獨及非法泊車 之後卡奴又向申訴專員舉報,搞到門多薩被隔職 退休金都沒有了 梅奧沒想過舉報門多薩會演變成脅持人質事件 現在他很擔心門多薩家人會向他們一家報復 日日都擔驚受怕